带你们看一下镇的后宫啊 这是镇的皇后 扭呼噜 尸封龙井 端庄大器 镇和她就相约在人间四月天 镇的元贵妃 有个性 说是五一红茶创新工艺 获过国际金奖的 自打一遇到 镇甚是喜欢 经常宠幸 这是镇的井妃 非常的提起啊 沉稳 皇后 一道阴雨天 心情一谋了 镇就爱找她 很体贴啊 让镇很通透 不过现在天热起来了 也不爱喝了 等天冷了我自会看望 这是镇的月瓶 气质清冷 宛若月夜 也只有夏天能跟镇出来凉快一下 平时都在冷宫待着 主要是有朱砂制了 梨妃 白牡丹啊 外表不算出众 不过镇就爱她的果离清甜感啊 冷泡特别棒的 跟山泉水似的 镇的紫贵人 百年古树 家底后世 镇爱她的富裕蓝香 年少时曾陪我花天酒地 现在我偶尔去看看她 感受一下她的变化 还是很惊喜的 镇的玫瑰妃 刚从江南选秀上来的 自带梅花体香 甜香温柔婉约 红衣法师曾给她赴诗 白玉杯中玛瑙色 红唇舌底梅花香 改天镇也得来一首 来了镇的后宫 都是镇的爱妃 不说了 镇去后宫了 镇的玫瑰妃